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在我们的南部跟北部各有一个文化园区 苗栗的这个特家文化园区 我在去年已经做了详细的视察 那么今年来特别安排到南部六堆的特家文化园区来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 南北客家园区的整个这个规划设计是很不一样的 北部客家园区大概是室内为主 南部客家园区在整个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有大五沙 然后有我们这么广阔的草地 真的是非常的开阔 非常的舒服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看起来是由六个像赏壮的这个建筑所构成的赏架的聚落 非常的有特色 我们台湾真的是很幸运 在我们台湾的多元文化的构成里面 有包括像原住民文化 客家文化 闽南文化等等 这样共同丰富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文跟它的历史 从马总统上来以来 他的基本的政策就是荣耀我们的客家 并且要繁荣我们的客装 那么行政院在我今年提出的施政报告里面 我特别讲了七大政策领域 一个领域就是文化政策领域 这个文化政策领域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的 包括像我们客家文化在内的所有这种精致的文化都能够发扬光大 因为台湾不能够只靠我们的硬体建设 我们的交通或者是我们的经济产业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靠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台湾最吸引人家的地方 其实就在我们的文化 我希望我们客委会的所有同仁 大家尽量做好我们每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各位相信在这个地方泄露 然后也很感谢我们这个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对于我们客家文化园区的支持 最后祝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